斐济真是鲨鱼的天堂 而且鲨鱼还都是非常危险的公牛沙 数量多到不要不要 今天的视频可是冒着极大危险所拍来的 挡小胜路 时间是过得非常快 一转眼我又要离开这美丽的斐济北岛 由于上次的公牛沙潜水遇到超大缝浪 导致没看成 所以这次在潜水之前 我先和潜店确认无误后 又再一次出发了 交通呢 我依旧选择的是巴士 从南笛到太平洋港 只要三个小时 票价四十多元人民币一个人 现在我们要去潜水了 看公牛沙 已经做好了这个充分的准备 看到应该是没太大问题 OK 昨晚我就是住这家民宿 还不错啊 两百多人民币 上次住的那个老奶奶家里已经满了 没房间 所以呢就住这边 也还行啊 我们订的这家潜水店啊 可是有免费接送服务的 所以不用担心打不到第一次的问题 潜店的店名叫做贝卡 值得表扬的是 他们家的潜水装备都是很新的 而且两条潜水船也是附近几家店最大的 价格都是一样 两次潜水是一千三人民币 装备都试完后 潜导说我的面镜呀 和手表都是白色的 非常容易引起鲨鱼的攻击 所以我换了一个黑色的面镜 至于手表 潜导让我藏在手套里就好 全部都交代完后 我们开始勇敢着的游戏了 OK 够了 他们在做公牛沙的标志给我看 由于公牛沙的体型太大 数量又多 所以这次潜店给我们配备了四位推杀手 确保我们每一位潜水员的安全 还有一位是投喂员 专门喂鱼吸引鲨鱼过来的 投喂员的危险系数也是最高的 所以他们身上都穿着防咬铁链衣 真的 说不危险啊 都是假 经过十分钟左右的船程 我们到了这个潜水点 今天也算是风平浪静 比上一次好太多太多了 前面呢 我又问了潜导能不能百分百 看到这个公牛沙 你知道潜导怎么回答我吗 除了你一直闭着眼睛不看 你才看不到公牛沙 不然你百分百看到 所以我的心就稳了 百分百看到 果然我下到十多米的时候 就看到一大群的公牛沙 那可把我激动的 真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公牛沙 而且是这么一大群 然后潜导呢 就叫我们游到这个一排的石头这里 这个位置在29米多 趴在这里看 这时候投沙园看到没有那就是投沙园 开始这个喂食了哈 大鱼小鱼通通都游来 真多 你看他这个垃圾 这应该叫垃圾箱 里面都是鱼 就是好像是鱼头嘛 类似的 这公牛沙我估计都有个两三米左右 老大了 所以这些推沙手也时刻保持警惕着 都站在我们的这个上方 所以我也不担心这个鲨鱼来咬我 投尾员是拉着这个垃圾箱 拉过来拉过去 然后这些鲨鱼啊 也可以跟着垃圾箱 在我们面前游过来游过去 就保证每个人都能拍到很美很棒的这个公牛沙 讲到血水费潜水啊 有个人跟我讲很难 这里呢我就插拨一下好 因为我刚刚在潜水店下车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人 估计也得有个60岁到70岁吧 他年纪大就算了 而且他的双脚啊 是根本不方便的 我以为他是哪位潜水员的什么 那个老爹啊之类的 但是我错了 他也是来潜水的 因为水费潜水是这样的哈 只要是长级人 他有学过也能潜水 但是呢你到潜店里面 你要跟潜店的老板沟通一下 是什么样的状况 潜店也会安排一个专门的潜导来接待你 然后在水里也会照顾你 这样也跟我们在海里潜水是一样的 上岸的时候我跟摄影师一直都非常佩服 真的非常佩服这老人家 年纪这么大了 也还能出来玩 然后还既然潜水 今天我们的潜水也是30米 他既然也潜 还拿着高波罗一起拍 所以所以你们千万别在我面前讲 这个我潜水难学啊 我学不来啊 怎么样之类的 你看了这个老人家 你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打消 第二潜他是在更潜的位置 所以拍起来的效果好像更亮一点啊 但是这些这个供牛沙更猖狂 离我们非常近 这个推杀手也非常累 一直在推一直在推 我们呢是并排着 然后每个人也不敢把头烫得太高 因为怕被鲨鱼咬 这里你们注意看啊 鲨鱼的嘴角边啊 都有那种鱼钩 大的鱼钩小的鱼钩 还有非常新鲜的刚刚被人钓的这种鱼钩 都有 真的 证明这些供牛沙也是非常堂吃 堂吃呢 然后他们力气非常大 然后钓鱼的人根本拉不起来 导致他的嘴巴里面呢 流了一个钩 OK今天的凉浅我们就结束了 大家也非常开心 真的非常开心 每个人都非常震撼 大家都用gopro拍了一大堆的相片和视频 OK现在我们回家 非常棒 OK今天的这个公牛沙潜水啊 真的非常非常棒 体验感非常好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给个点赞 关注 加评论 拜拜